乐姐 给你买了咖啡 乐姐 您看啊 我也就是个打工人 总得把老板布置的任务做完 才能回家 我也不想在这儿打扰你 你以为我是故意为难你啊 你在我眼前换来换去 我也烦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妹妹 我现在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是不是说 只要能让你走出眼下的困境 你就能接受不续约的请求啊 小姑娘 别费心思了 没用的 没关系 这是我的工作嘛 乐姐 萌萌姐到了 您这边请 乐姐 您这边休息 萌萌姐 里边请 萌萌姐 放下请 萌萌姐 吃水果 好 萌萌姐 看这里 好 你会动作快一点 再来一张 萌萌姐等会儿着急要走 可不能耽误的萌萌姐时间 下一个 抓紧啊 好 快快快 不算 萌萌姐 慢点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一下子所有人都来了 一下子所有人都走了 你 你会的 我还要 我给你 你把我扔 你都给你 我给你 你 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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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给你 我给你 刚开始对社会妥协吧 不愧是乐姐 说得真准 其实吧 我觉得生活中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 小时候有父母在 总是被保护 也没有风吹雨打 长大之后才知道 生活中每一步 都那么不容易 怎么了 以前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了 现在知道赚钱难了 生活和赚钱都难 好在我还年轻 还有机会 不过 不能总是往回看 那样是会凑过 生活中很多美好的忧 现在身边哪有什么美好 看我现在的情况 哪一样比得了过去 至少你现在 有很多休息时间了 不用像以前一样 二十四小时连周转 我倒是想 二十四小时连周转 谁怕辛苦啊 谁跟赚钱的机会过不去 是 乐姐 你有没有考虑过 让粉丝知道你真实的处境 那不行 强调众人推 这样更没人找拍戏 其实吧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你看一下视频下面的评论 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我从来都不看这些评论的 我从来都不看这些评论的 说这些话的人都是生活中的卢子 我犯不着和他们一般见识 是 是 是 他们话都说得很过分 据我分析 现在还在关注你的人 就只剩两种 一种是僵尸粉 很少上号 另一种呢 就是黑粉专门笑话你的那种 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不如做一个改变 另辟蹊径 怎么另辟蹊径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 我想给你拍一个视频 但你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说一下自己的心里话就好了 比如说 你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 你也需要机会能更多地拍戏 行了 如果这是你给的方案的话 那你离我远点 还有 咱们可以试试啊 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说不定 咱们可以决定反击呢 你想想别的方案吧 我去翻下一场戏 乐姐 你真不考虑一下 给你接个广告 这个周末拍个试色 品牌送来的样品 这个粉底 找我 很意外吗 他们的广告我看过 专门请过期十年的女性 还主打什么戴妆池 这有什么好挑的 你要再不多赚点啊 我在公司的业绩都要垫底了 以前要不是一线国际品牌 根本没有跟我谈判的资格好吧 你知不知道在娱乐圈这个地方 从热搜上下来 就叫以前了 你这是多久以前的历史了 以前怎么了 那以前的成绩就不是实力了 哎呀 姐姐 咱过日子得朝前看哪 有多少人以前风风光光的 能一辈子风光的有几个呀 这个要不接啊 以后就不一定有广告 好